爱新觉罗楚英 亲太祖努尔哈赤嫡长子 明朝万历八年 21岁的努尔哈赤 生下他的第一个嫡长子 楚英 努尔哈赤起兵反抗明朝时 楚英只有4岁 由于母亲早逝 年幼的楚英 便一路跟随父亲在战争下生存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 他的大伯祖德士库 担心努尔哈赤起兵会招来明朝报复 便火同族人预谋杀死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此时面对的 不是军队在战场上的杀法 而是自己族人的暗杀 每当有刺客来袭时 努尔哈赤就把长子楚英 四子戴善和女儿藏在板柜底下 努尔哈赤骁勇善战 起兵后 不出数年 就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军队 而楚英自幼跟随父亲 在征战格杀的环境下长大 也造就了楚英的作战天赋 明朝万历26年 18岁的楚英作战勇猛必胜 被努尔哈赤封为洪巴图鲁 进封贝勒 29岁时 楚英被立为继承人执掌国政 但自小在战争中长大的楚英 也出现性格上的缺陷 他残暴誓杀 心胸歹毒狭隘 再加上楚英战无不胜的战绩 使他狂妄到不把开国功臣 和自己的兄弟放在眼里 而且屡屡欺压他们 楚英在得到执掌国政的权力之后 开始计划消夺斯贝勒 武大臣的权力 甚至扬言即位后 便将他们诛杀 明朝万历41年 斯贝勒 武大臣 一同向努尔哈赤控告楚英 双方矛盾和权力 斗争扶上台面 此时的努尔哈赤 不得不在楚英和斯贝勒 武大臣之间做一个抉择 他反复权衡之后 最终决定疏远楚英 楚英从被立为储君 到他失去政治权力 仅仅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之后 楚英便开始敌视父亲努尔哈赤 结交党羽 扩展势力 刺激报复 据史料记载 当努尔哈赤与朱蒂出征时 楚英写出诅咒出征 富汗的咒语后 对天地焚烧 并祈祷出征之师被击败 在仪式中并扬言 若被击败 我将不使被击败的父亲 及众位兄弟入城 努尔哈赤听闻此事之后 非常生气 圣怒之下 将长子楚英 溜尽在高墙之内 明朝万历四十三年 被圈禁两年的楚英 不但不知悔改 还变得更加偏执 某日 他摆出相案对天助导 如果有一天让我出去 我除了杀尽四贝勒 无大臣之外 连努尔哈赤我都不会放过 祷告之后 楚英旁边的四个仆人 吓到一个当场自问 其余的赶忙跑去禀报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非常气愤 思虑着若让楚英活着 并会败坏国家 倘若只联系楚英 就会围及其他贝勒和大臣 努尔哈赤苦恼良久 知道已无法挽回楚英的心态 只好以不思悔改之名下令处死楚英 楚英在执行死刑前 愤怒地立下诅咒 我嫡长子不能继承皇位 我就诅咒你大清 以后所有的嫡长子都不能继承皇位 而这个诅咒到底有多灵验呢 清朝总共有12个皇帝 却有11个皇帝不是嫡长子 其中清朝还有七位皇长子不得善终 小编会常常新增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 欢迎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